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不收工的话会浪费很多功夫 今天关于收工的话题非常好 这个朋友的留言非常好 所以我们今天特意做这一期节目 就是聊关于收工的问题 这个关于收工的问题呢 其他的理论上的书籍各方面都说的很多 我说民歌辽泰籍 这个谈食不谈虚 这个不谈理论的那些东西 我们只谈这个收工怎样去做这个问题 这个朋友提出的问题是要不要收工 那我的回答是要 收工是需要的 但是我一方面我肯定这个收工是需要的 是必须的 但是另一方面 我一贯反对把太极拳神秘化 这个比如说这个收工 说是把这个太极拳的收工 讲得很神秘 说如果你不收工 你都几年的功夫都白费了 这种说法我不赞成 民歌的一向对太极的观点是 太极非常贴近生活 跟人的行走坐卧生活 劳动学习息息息相关 没有神秘可言 没有神秘可言 它就是一种明天的一个全种直播 它这个全种略为特殊一点而已 那么回到这个收工上 这个收工说是需要 那么我们才那么怎么做 说才叫收工 那现在我们练太极拳 我们要练太极拳 我们假设我们练太极拳练完了 我们收工 比如说我们收工了 对吧 我们练练练练练练的浑身 都很好了 那么这个收工 我们 练收工 收工 这个收工 就是把工收起来 那么这个收工 那么这个收工呢 把它讲得很神秘 其实呢 它很简单 就是你把精气 神 意气 神意气 都收到身体内部来 比如说 我现在 你看我现在远处 看得很远 天边 我这个就到天边了 这个东西 我这个东西到天边了 我到这里 这个神意气都到了 假如我现在收工的话 看我这个要收工了 我要收工了 那么现在我的神都在 造的整个的很远的地方 那么现在我要收工的时候 只不过把心收回来 说内加权要修的是心 修心 我现在打得神采飞扬的 现在收工了 我现在首先把目光 先把眼看得很远的地方收回来 现在看得很远 我看得很远 然后把目光收回来 收回来 然后我们把目光收回来 把你的心收回来 心收回来 动作也收回来 动作和心一起收回来 现在我们停止锻炼 心里要有这个意思 神意气 把这个心意气都收到丹田里 气成丹田吗 收到丹田里 好 由于要收工 所以每一个套路的最后都有一个收市 收市和收工是有联系 又没有联系 为什么说收市和收工又联系 又没有联系呢 本来我这个收工的势子是这样 这是一个收工的势子 这是一个势子 那么这个收市和收工是什么关系呢 这个收市就是为了帮助你把工收起来 但是 当你这个收市 打的套路不同 它的收市也不同 那么你比如说 我这个 阳市太义权的收市 对吧 那城市太义权的收市 城市太义权的收市 比如说 像 还有很多 很多 你赵宝太义权的收市 赵宝太义权的收市 收市都不一样 收市的不同 是单招 收市是一个招数 是一个柿子 不一样 收工的方法都是一样 天下只有一个太义 不管你是哪门哪派 不管是什么 它的理是一个理 收工都是一样的 方式可以不一样 但是收工的 收工 收市就是为了收工 但是收工 不等于收市 为什么 就是因为各门各派 各个套路 每一个套路都有很多种收市 成千上万个套路 有成千上万个收市 成千上万个门派 有成千上万个收市 但是收工是一样的 我们的做法 我们把理论的东西全部 剔除 只讲怎么做 怎么做呢 我现在要收工了 把你原来的眼神 原来的意气 在远处的意气 都收回来 收到自己身体的内部 收到自己的 丹田里 那么本来你看 比如说 我们本来太极拳是需要斩子 需要做完 对吧 假如我们比例的 斩子做完 我们中间的劳工学出去了 那么我们一送 把出去的东西又收回来了 顺着这给我一收回来 那么这个收工 收工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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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下来 那腿也是一样 本来我们施子大地气 这个气是沉在脚底的 对不对 我们一收工 从脚底也可以收到丹田 就是四面八方 都要往中间收 好 那么神意气都从外面收回来了 其实就是修了心 把你的心收一收 本来是到外面想这个 想那个啊 想这个 现在没有了 心收回来了 这就是收工 但是 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大家都说的那个收工 怎么说的 我们不说 我们就说把它简单化 那么 其实呢 按照我的思想 就是我不练了 我停止了 我停止了 我现在本来是这样 但是我停了 心收回来了 那么大家在这个家里面有小孩上学 上学的时候放假了 玩在家玩两个月啊 是没有老师管 这个 你们会听到这样一句话 这老师第一堂课就老师就说学生啊 大家可以收手心了 把心都收回来 收到课堂里啊 你不要心里在在在在 心里在这个家里面玩的到处玩的 分的家里没有老师管 现在到学校了 要把心收一收 好好学习吧 收心 那么我的理解 收工就是收心 这是我的理解 收工就是收心 那么心一收了以后 他神一气 他自然他都回来了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没有这么多神力的怎么样收工 要是怎么样怎么样 那只是试子 我每一个试子都是不一样的 那收工统称来讲 你把心收回来 把心收回来 就行了 但是这里面要注意一点 就是要慢一点 比如说我们收工了 收工了呢 我们心收回来了 是吧 心心收回来 心收回来 当我们自己感觉我们已经很平静了 打拳的思想已经没有了 这时候 我们就收完工了 那么假设我现在收回来 收工了 我现在收工了 心都收回来了 但是还没有完全静下来的思路 你就不动了 就走了 这就叫没有好好收工 没有把心收完 这如果我收的时候不能收一半 要收 收一半 这就叫收一半 你没收好呢 那好 我现在心收回来了 好 我夸张的 我出气的声音就是告诉你 怎样是收工 收完了 练完了 这心里归于平静了 归于很 归于不练拳了 练收完才再去再做 不能什么呢 就是慌里慌张的 这不行 那就收心 要把心收完 我说心收到这里 才收到这里 你就开始动了 要收到收完 好 其实呢 这个收工呢 我在中学的时候 上体育课的时候 有个这样的体育老师说 在长跑的时候 忽然冲刺 冲刺的时候 然后跑步的时候 突然停下来 往地下一坐 这样的心脏会受不了 要接着跑 接着跑 接着跑 慢 越来越慢 然后停下来 停下来站着 原地可以动 这样对心脏有保护作用 那么我们打拳也是一样 你打拳 你神医器 你都灌的满满的 你现在收工 你都收回来了 我现在收回来了 比如说我现在收回来 收回来 不管哪门哪派的各种收事 不讲 就是我们把心 然后 心收回来了 把打拳的那个 神医器都收回来了 现在不练了 把原来打拳的东西都收回来 好 那么说这个收工 对于你长工夫有没有帮助呢 有帮助 在太极拳 别的拳咱不懂 太极拳来说 收工有帮助 帮助在哪里 我个人体会是 你每次收工都非常认真的话呢 哎 没有了 不练了 收工了 你这一收完的时候 全身心把拳来打拳的时候 没有放松的部分 继续又放松到了 这时候你对松的体验多了一层 拨打拳的时候 放松是什么样的 你多了一层体验 哎 好今天我们关于放松就聊到这里 啊 喜欢的朋友呢 这个关于收工啊 这个问题 不是放松的问题 关于收工的问题 我们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再接着聊 再见